荷桃豆腐湯 荷桃豆腐湯 你不是很驚訝到來做 但是荷桃豆腐湯 你知道嗎? 我們就來做一個菜 叫做荷桃豆腐湯 大家知道我做的菜 就是在顏料的做法的做法 荷桃豆腐湯就是荷桃豆腐 好 然後呢 這個菜 很驚訝 大家不要做 我們先來 荷桃豆腐湯 攪拌水 開開 攪拌豆腐湯 開火龍 把荷桃 攪拌好多錢 攪拌櫻湯 開大火去水不沸 OK 水 水 水 開開 攪拌 攪拌 煮湯 荷桃豆腐湯 開大火 再加上火 湯匙 要勉強 一顆荷桃豆腐湯 腐湯就腐湯 好 不肯小 所以腐湯就非常衰 腐湯 在这边吃了鸡肉 也有点油 因为油是最重要的 吃荷桃的鸡肉 吃荷桃 吃荷桃在咸鸡色的时候 吃荷桃的鸡肉是不一样 吃荷桃的鸡肉 放入多久 我以防止当来 都会说 我怕不怕 吃荷桃的鸡肉 吃荷桃的鸡肉 这边的小水白 在清晰的鸡皮 在鸡皮里面的鸡皮里面 有发现的来到有点鸡皮 因为这个荷桃茎 经常常突骨 那么有可能就是 人家老公也常吃的 会少方便吃 所以这些鸡皮就有得很干净 这个荷桃茎 鸡皮里面的鸡皮 鸡皮里面的鸡皮 所以咱们又使用鸡皮 这些鸡皮有可能是 咱们眨鸡皮 所以鸡皮里面的鸡皮 鸡皮里面最適合鸡皮 鸡皮里面是鸡皮 鸡皮里面的鸡皮 要一样整理 因为鸡皮就是一样四个 再把它做 这个做出来就是五粒 这碗是刚才能沾纸河头出来的河腾 我实际在河北里的碗 菊汤 因为从河腾来煮 大老是起来 外置点当时来来 那碗是用这些菊汤 这个味道来 把碗放进去旁边 就是经教学校 经教学校 都OK咯 祖鸡汤最重要 先来软饭一锅 吃好 再加一碗 菊汤 烤鸡汤 再加一碗 这样 倒干干净 抹茶 荷尾 inté 红钢 擀粉 准备 碗尖 센 燃功成點、鹽、豆光蕭雞、荷槌味色 豆泥的味色 然後 鹹醬下去 ก 鹹醬 鹹醬 最後 胡椒粉 在這麵橡皮 胡椒粉的雷子薯 那麼,這次呢,把荷頭雞做之後,再加上鍋子 最後呢,繼續不要忘水 那麼這個四香爐酷 鴨鴨油非常豐富的 荷頭豆雞就現在做 那麼做這個荷頭雞呢 就是荷頭的酒量,是非常關鍵 好,你就不要這麼好的水口 好得到荷頭雞的荷頭雞 那麼,這個荷頭的荷頭雞 非常清晰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待會兒見